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九章开始谈另外一个新的议题了 我们前面讲到的都是属于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我们说每一个会计科目的出现 或者是会计科目的产生是什么样的交易所产生的 那这些交易发生之后它不是 科目就发生就在那里就不动了 不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讲这个科目发生之后 后续会发生什么样的交易 会影响这个科目的异动 那第三个会期末在我们的报表上面 怎么去记载或者是怎么去报导这个会计科目的金额 好 那我们前面讲的应收账款存货 我们期末都有一个评价 应收账款我们的评价叫做静变现价值的评价 也就是说我们要提列背底呆账 因为应收账款减掉背底呆账我们叫做静变现价值 那存货我们期末也要评价 那期末的评价方式是比较审慎 比较审慎 换言之是比较稳健的 换言之存货的评价方式 我们期末评价叫做成本与静变现价值熟低 就是成本跟静变现价值哪一个比较低 就是我要报导在我财务报表上面的存货的金额 那这个评价的方式 它其实又就是它是比较稳健的 换言之这种评价方式是 它只承认损失 只承认未实现损失 不承认未实现的利益 因为如果成本较静变现价值还高 我要把成本 账上的成本调整为静变现价值 所以我会承认存货叠价损失 我再帮大家回忆一下前面所讲的 那如果我的静变现价值高于我账上的成本 我什么事也不做 因为静变现价值高于成本意思是说 我卖掉拿回来的金额大于我买进来的成本 所以我有利益 可是这个利益未实现不承认 所以成本与静变现价值属低法 我们叫做稳健原则 或叫做审慎性 好 这是讲存货跟预售账款情报的评价 那我们现在讲第九章的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我们说什么样的交易发生 我用什么科目入账 然后怎么承认它的金额 然后在这个科目取得当中都不变的 如果还有异动的话 我会计处理怎么做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期末 在我的报表上面要报导这个科目的时候 它的金额它的评价方式是什么 所以在第九章的非流动资产 也是这样的这些的交易的流程要做 好 那但是它会比较复杂 因为它的变化 也不是变化它的状况 交易的情境比较多 所以第九章会相较之下 会比前面的第七第八章要变化 第六第八章要变化多一点 就是交易的情境会多一点 好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谈第九章 那当然第九章除了三个之外 还有第四个就是处分 好固定资产我可以处分 好那我处分的时候呢 我的交易分路怎么写 我处分了很多一件事情 我怎么去承认我的处分损益 好 同学如果看到有同学睡得很好 请把他摇一下 请他呢 要不然就去洗把脸 好 都没人可以摇醒他吗 好 好 那我需要去洗把脸吗 好 所以我现在开始谈 第一个 我们现在第九章要讲 谈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也许你未来会看到 某些报表上面就写固定资产 好 那非流动资产 以台湾的会计性质来分 好 我的固定资产 地号性资产 还有无形资产 还有其他资产 都算是非流动资产 在国际会计准则 他把资产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流动 一个是非流动 好 那流动跟非流动是会计的分类 然后我们可以再跟他的性质 就还可以往下细分 流动资产的会计科目 他比较单纯 流动资产这个性质底下 他的会计科目就第三层了 好 就是现金 应收账款 或者叫应收款项 存货 好 还有 那个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就是预付 好 预付保费啦 预付租金这一类 都算是其他流动资产 所以他的这个会计科目 就流动资产下面 就直接会计科目了 但是我的非流动资产下面 还可以有一层 也就是说我的非流动资产 可以分出固定资产 第一号性资产 还有无形资产 还有其他资产 好 也就是说我的非流动资产 在我们的台湾的会计准则上面 其实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分类方式 好 那固定资产 我们又叫做不动产厂房及设备 就完全按照我们的英文的这个分类上面 直接去翻译出来的 他就是Property Plan and Equipment 叫做不动产厂房及设备 好 如果中文直接翻 那这个不是会计科目 我的会计科目下面 这个分类底下才是我的会计科目 那我的不动产通常就是指房屋跟土地 我们叫做不动产 好 那或者是有人叫做房地产 房屋跟土地嘛 叫房地产 也就是说你去买东 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台湾呢 不是这个土地可以私有化 所以我买房子的时候一定是房屋加土地 好 除非你是什么合一住宅 现在推的合一住宅好像就是只有使用权 好就是房屋上面的使用权 那你没有持有这个土地 好应该是合一住宅的设计是这样的 好 那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是去买房子的话 通常你会房屋加土地 不太 以台湾人的习惯 我们不会去买地上泉而已 像之前我们这个 比如说现在的很热门的议题就是 房子好贵 年轻人买不起 好 比如说台北的房子 依台北的薪资水准来讲的话 可能呢你要买得起房子的话 依照台北的平均薪资 你要18.7年 而且这当中你拿到薪水是不吃不喝 拿到的薪水全部存下来 18.7年之后你可以买到一间房子 好 那换言之如果你还要吃还要喝 那就可能要更长了 好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就在讲这个 房子是房价过高 导致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好 那当然怎么样前一阵子就是政府在打房啊 打房的工具有什么啊 好这个其实有非常的多的讨论 好那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换言之我在讲的意思是说 那时候我们在讲说 那 因为房子会很贵就是 因为它是房屋加土地嘛 如果呢 我们现在未来呢 建商也好 或者是政府 会盖一批房子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只卖的是地上的使用权 那这样子是不是价格就不会那么高 好 那当时有分析 好像新加坡啊 去了解新加坡 新加坡的年轻人好像 好像都有房子可以住 因为新加坡政府就是推行这样的一个 类似合宜住宅那样子 所以大家都没有那个房市问题 要伤脑筋 那但是因为新加坡人的观念 他就是可以接受 我就是买的就是 或者是我拥有的就是使用权 但是我们拥有它的所谓的所有权 好那但是台湾的人习惯不是这样 所以这很多讨论啊 这我只是告诉你说 基本上来说 我们现在买房子的时候一定是房屋加土地 那我们跟谈人家溢价的时候 比如说呢 现在都是说这是买方市场啊 因为现在房市 这个交易冷 非常冷淡啊 所以呢 买方市场的话就是 买方就有比较大的溢价空间 那你想嘛 买都是希望买便宜啊 好所以呢 你就会去跟他溢价 那溢价出来 你通常不会说 哦这个土地我用多少钱跟你买 房屋用多少钱跟你买 不会 一定是房屋加土地一起谈的 好 那所以我付的一笔钱 一定是房屋加土地 但是我们在入账的时候 我不能叫做房地产 也不能叫做不动产 因为不动产就是指房屋加土地嘛 那房地产也是房屋加土地嘛 但是我不能把这一个当做一个会计科目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土地跟房屋它的性质不同 土地你在上面 不会因为你的使用 而让这个土地有什么 减少 不会啊 不过价值 尤其像土地是稀有 全世界的土地就这么多而已 土地只会涨 大部分啦 好 除非你是炒过头的 那当然就是会回跌 要不然的话正常 土地是稀有的 因为全世界土地就是这么多 所以呢 土地它是 价值是不会因为你的使用 而减损它的这个价格 但是呢 房屋会因为你的使用而变旧了 就像你的摩托车一样 你摩托车骑了 是不是要变旧了 好 房屋也是一样啊 房屋呢 也是只会因为你的使用 或时间的经过 让它变旧了 所以房屋要提列折 但是土地不用 不会啊 不用啊 所以如果我把 我买的房地呢 房屋加土地呢 用一个科目去入账 那接下来就很麻烦了 我怎么去计算它的折旧费用 所以呢 虽然我溢价的时候 是房屋跟土地一起谈的 但是我入账的时候 就要分出房屋跟土地 这两个科目 因为这两个科目 后续的会计处理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第一个 我们在谈第九章 第一个 什么样的交易 我要用什么样的科目 来入账 来承认 用什么科目来入账 然后呢 第二个 入账的金额怎么决定 好 入账的金额 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好 那指什么 我刚刚讲说现在是买方市场 所以卖方可能开价 这个房子一千五 好 我很会杀 不是杀价很难听 我很会议价 好 而议价出来的结果是一千万 哇 少了三分之金 我很厉害 好 那就一千万成交了 那我要入账的时候呢 对不起啊 你 第一个 你房子实际成交金额就一千万 所以你只能承认一千万 好 那第二个 我刚刚是谈到 房屋跟土地呢 基本上 它一定要什么 登记 你说 你一定要所有权 那你的所有权 就是到地政事务所去登记 那你到地政事务所去登记的话呢 如果你很忙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程序太麻烦了 我不想自己去处理 好 那我就委托代书 好 所以代书 他帮你做这些事情 他是义务吗 不会嘛 他一定要收费嘛 好 所以你要付他代书费 那代书呢 去地政事务所帮你办登记的时候 政府要收归费 但是那个归费 当然就比较便宜 可能几百块 不会很多钱 好 但是你一定要付了这个钱之后 你才能够登记 这个房屋土地 你是所有权人 你才有使用他的权利 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处分他的权利 好 所以你的房 这个房地的价格 成本 不是一千万而已 你要把它 包括你的代书 到你到地政事务所去做的 登记的归费 全部算进来 才是你的成本入账原则 所以到达可供 可供就是什么 可供你自己自由使用 自由处分的权利为止的 合理支出 好 不合理当然就 所谓不合理就是 我可以不让让它发生的 那个就不叫合理了 好 所以合理支出 这些程序里头 必要 必要要做的成本 或者是必要的支出 就是我任劣的成本 好 那假设呢 我这个房子呢 跟卖方谈好是一千万 然后我加上代书费啦 过付费啦 等等是 全部加付的是五万块 所以这个房子 全部是一千零五万 一千零五万的整个成本 那我说了房屋跟土地 你要分别的入账 好 所以呢 我怎么入账呢 好 那基本上 你可以看 理论上 我们会这样想象啦 就是说 如果我单独买房屋的市价是多少 我单独买土地的价格是多少 按照这个比例 去做我的成交金额的分割 就是我的成本的分割 那但是基本上很少人说 很难我们去找到说 你单独买这个房子是多少钱 单独买这个土地是多少钱 如果没有办法知道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管道可以知道呢 当然可以啊 你有没有房屋 有房屋平定价格 土地有地价 公告地价 所以你可以把这两个加起来 当做你的分摊的基础 好 所以我就说了 就告诉你说 我们会计上面也讲说 你买的时候是同时一笔 一起谈的价格 但是你入账要分开入 那你怎么去分开 怎么去找出它的比例呢 好 理论上就是房屋单独买的市价 好 按照这个比例来做分摊 但是事实上如果没有办法 有取得这样的一个资料的话 那我们就按照房屋 在我们的地震事务所里面有 房屋的平定 平定价格 土地有公告地价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当做我们房屋跟土地的分摊的比例来计算 好 就是这个房地的问题 好 那刚刚就谈到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会是这样 好 那如果我进口 对外进口一部机器呢 好 我对外进口一部机器 那第一个 我从国外进口 要看它的交易条件是什么 好 如果它是企运点交货 好 就说它报的价格是 我它那个 假设我从那个美国买一部机器进来 那这个机器呢 美国报价是从它的工厂出来之后 所有权就移转 跟我们在了解存货一样 所有权就移转了 那所有权移转的话 买方就要负责什么 好 这当中从它的工厂运到我的工厂 假设我要把这个机器放在我的工厂 那这一段所有的支出都是这个机器的成本 因为放在它的这个国家 我能够用这个机器吗 不行 所以我一定要把机器运到我的工厂 或者是我要放置的位置 那我能够方便去使用它 所以到达可供使用状态的 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那我的支出呢 包括什么 对方那个讲的卖价 好 然后呢 我当中运送的费用 那运送途中 我还要做保险啊 好理论上我还是会有个保险 所以我的所谓的CIF 我们国际贸易里面有个CIF的价格 C就是cost成本 I是insurance F就是运费 所以这个合在一起就是我的机器的入账成本 可是还有就这样而已吗 还不止 因为它的东西呢 这个机器从美国运到台湾 台湾之后呢 我们到台湾之后呢 我要请什么 我要通关啊 我要去报官 然后可能我要交一些什么 港工捐啊 货物税啦 好等等 那我报官呢 手续可能很麻烦 我对海关不熟悉 所以我请报官行帮我处理 那报官行跟盖数一样啊 它要收费用 所以呢 我的成本 不是只有只成本 Insurance跟我的free而已 还要包括 我报官所有相关的费用跟它的税捐 就包括港工捐啊 货物税啦 都算是 我这个机器的成本 所以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一切合理支出 这些支出不能省 因为省了你就没有办法 让它完全 合理的进口 所以这个就是合理支出 但是如果运送途中呢 不小心弄坏了 好某个零件撞到了 所以它就不能使用了 不能使用你就要维修啊 维修以后才能够使用啊 所以维修所发生的支出 它就不是这个机器的成本哦 因为你是运送途中不小心弄坏的 换言之你小心一点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了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支出 因为不是必要的支出 必要是你这个东西没有发生这些成本的话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work 不能运作不能使用的 那这个才就是合理支出 那我刚刚竟然已经讲是运送途中 不小心撞坏的 不小心撞坏 所以表示是一个意外啊 那换言之你如果能够小心一点 你就不会让这个意外发生了 你就不会有这个支出发生了 所以像这种不小心发生意外的碰撞 而产生的维修 不是我的机器的成本 好不是我的机器的成本 好那我的机器的成本 除了刚刚谈到的 到我的工厂 搬到我的工厂工厂之后 其实我一定还要安装嘛 安装之后还要试车 好试运转看看 好没有问题了跟我当时候 在国外看到我会买这个机器 它的运作或者它的能够发挥的功能 是一样的了好试测完成了 那是不是就整个成本结束了呢 不一定如果那个机器 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器 所以我可能会什么 我的员工不会使用 所以我还要什么教育训练 好要经过这个教育训练之后 我的员工才会操作这个机器 那教育训练费用就是这个机器的成本 好所以你可以看哦 它可以包含的很多 因为要到达我的人 我的员工会使用它为止 要合理啊 好所以这个都算是我的机器的成本 好所以这个机器的成本 可以包含到这个程度 所以如果你未来 要去怎么评估我的成本 资产要认列的成本到达什么程度呢 我就说了成本原则 这几个字而已 但是它每个字都有它的意涵 第一个到达可供使用状态 第二个合理支出 好没有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 我的成本就还可以继续加 比如说它报价是FOB 好起运点交货 可是我的机器不是在那个地方就可以用啊 我一定要把它搬到我的工厂 好那这过程里面 我的什么运费啦保险之外 我还要安装还要试车 还要教育我的人会使用它为止 才是我的机器的成本 那我要再谈另外一个问题哦 好如果说它是起运点交货 然后跟你讲好这次机器呢是三千万 好那我们先讲都是讲台币好了 三千万我们不讲汇率的问题 假设它用报价如果用美金 那你怎么去认定 这是汇率的问题咯 好我们现在不把它那么复杂化 假设它报价的金额就是我们的 这个记账货币就是新台币 好它告诉我呢它的条件说 如果你十天之内付款 取得一个percent的折扣 三千万就多少三十万 换言之这个成交价格是三千万还是两千九百七十万 好我不管我有没有取得折扣 这个很重要哦 不管你有没有取得折扣 你的成交价格一律就是两千九百七十万 也就是说把现金折扣先扣除 再加上你后续的费用 这样听懂吗 也就是说如果交易条件里头有给你现金折扣 我不管你现金折扣有没有取得 不管你有没有取得 你的机器你的资产的成本都是指现金折扣之后的金额 再加上后续的合理支出为你的资产的入账成本 不管你有没有取得这个现金折扣 只要对方有给你现金折扣 你一律都要先把它扣掉 好来认念你的资产的成本 好这是要特别留意特别提醒你的 那当然万一你在折扣之后付款 这是我们大概中块里头会去再提醒 再告诉你说你怎么去做你的账务处理 这我只是额外先提醒你说 你的金额你的成本认列里面要注意什么事情 好那这是你的资产里面 第一个我们有谈到房地房屋土地 然后第二个谈到机器 好那这个都是看你买的东西 那根据它的性质来找到合适的会计科目 入账好那我们其实在谈这个不动产 就固定资产或者是谈这个章节之前 我们先要去定义什么是我的 Property, Plan and Equipment 什么叫做不动产厂房及设备 什么算是这个 请问一下房子一定算是我的非流动资产吗 房屋一定是你的非流动资产吗 会不会一定是 只要任何一家公司它持有房屋 就一定是非流动资产 好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说你要判你先要去评估 你持有这个资产的目的 如果你持有这个资产的目的 是我要使用它 因为我要建厂房 好我要把它当作工厂 我要把它当作办公室 办公大楼 那当然是不动产 可是如果我持有这个房屋的目的 是准备要卖 像建设公司 营建公司 你盖房子的目的是要干嘛 是卖啊 所以你房屋 对于建设公司 或者营建公司来讲 它就是存货 存货是属于流动资产 好所以我说了 不是看它的性质 就这个资产的性质 而是看依你持有它的目的 所以来决定你用什么科目入账 好所以不是看到房子 就是不动产 就是我的非流动资产 不是的 看你持有它的目的 好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如果我是家电经销商 我买了冷气机 哪是要自己使用的 这个冷气机就是我的设备 非流动资产 我冷气机买进来 准备是要卖的 那是我的inventory 是我的存货 是流动资产 所以不是看这个冷气机 它的使用时间有多长 不是而是你持有它的目的 第一个先去判断 那所以呢我们对于固定资产 或者是那个plan access 这个分类的话 第一个一定是什么 它一定有实际的形体 它是有一个实体的 无形资产就没有实体 它是一个无形资产是一个权利 所以我们未来会去谈 好那第一个就是 所谓的plan assets 它是只有实际形体的资产 第二个 这个资产呢 你持有的目的是自己要用的 不是为了要卖 如果你要卖的 它就是存货 好 那就不会是你的plan assets 不是你的非流动资产的一项 好第三个 那这个呢 它持有的时间呢 就是它的提供的效益呢 是长于一年以上的 我才会叫做非流动资产 如果只有一年以内的 我们就叫流动资产了 所以非流动资产 第一个判断的依据就是它的时间 它的提供经济效益的时间 长于一年以上 它就是非流动资产 那短于一年 那就是流动资产 所以你有这几个先去判断 它是属于你的plan assets 或者是属于你的inventory 就像我刚刚讲存货 好存货 有实体啊 要房屋 好它有实体 没问题 第二个 房屋我是打算来卖的 那就是存货 不过自己要用的 它就是属于什么 我的非流动资产 好所以你要去分类清楚 所以课本上面呢 第430 429页 好 它其实会讲说 你的这个plan assets 在我们的分类上面呢 叫做property, plan and equipment 好 那这个就是我 或者是plan and equipment fixed assets 就是我的固定资产 那我们现在 因为国际会计准则 它都用property, plan and equipment 的分类 好 那我们通常现在也是这样处理 那这里一开始告诉你说呢 这个所谓的 固定资产 因为比较简单讲 这个fixed assets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在一个公司来讲 它所占的资产的比重 都是很高的 好 不管它是 那个所谓折号性资产 或无形资产 你可以看呢 它如果是这个 什么太平洋 像这个airlines 就是航空公司的话 它的固定资产呢 就有58% 百分之58% 好 那当然如果你是什么 像sap sap 这是一个软体公司 好 它是做一个所谓的 企业资产规划系统 为文明的一家公司 所以它的 因为它软体居多 所以它这种固定的 有实际形体的资产 就相较比较少 它有的话就是 电脑设备而已嘛 所以你可以看 它的占的比重 就有7%而已 好 所以这个 一般来讲 只要是制造业 大部分呢 你的这个固定资产 所占的比重 都会蛮高的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啊 如果你有兴趣 你去看一下呢 钢铁业 好 中钢就钢铁业嘛 你去看看中钢的 资产负债表 它的固定资产的比重 跟金融业 举一个 举一个 假设好了 国泰金控好了 好 国泰金控它也会有些固定资产 因为它有 它有 那个行指嘛 就是它有几个 他们的营业据点 这营业据点 如果是他们自己买的 也是算是什么 那个 property printed equipment 好 所以它还是会有 可是相较之下 跟钢铁业 它的固定资产的比重 相较会少 低很多 待会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所以 这里面告诉你说 固定资产 在一般的 产业上面 尤其是制造业 它所占的比重 都是 比较高的 好 那 再来 它后面呢 428页就谈 你怎么决定你的 这个plan assets 就是你的不动产 不固定资产的 成本 好 它比如说 举例像土地 好 那我刚刚就讲了 土地如果买的时候呢 是讲房屋加土地的话 你就要跟分别去认练land 跟我的什么buildings 那你可以看呢 它的土地呢 当然包括了买价 还有到什么 还有包括呢 你要这个 登记的 或者是你的代理商的费用 或者是 我土地中间可能会有什么 有 有那个仲介 那仲介我要给仲介费啊 所以仲介费也算是你土地的成本之一 好 所以428页里面的land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成本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一个现金购买价格 现金购买价格 所以我刚刚讲说 如果它给你现金折扣 换言之 就是你直接付现金 可以交付多少钱 所以就是你的cash purchase的价格 好 所以呢 你就是现金购买的价格 那包括了 还有另外什么 还有你的什么 你的过户 还有仲介费 还有呢 你的这个broker 就是你的仲介费 然后前面那个就是你的代书费 好 那 这过程里面可能你要交税 好 比如说 房屋的话 你要有这个 在台湾啊 有弃税 那你买土地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税的 土地的话 就卖方要负担土地增值税 但是买方 就土地的部分来讲是没有税负的 好 但也许在国外不一样 所以它最近讲说 如果你买的时候 土地要交税 那也算是什么 你要有任劣的这个成本 好 所以这是课本上面有告诉你的 好 所以假设说呢 他的现金价格 买块土地 现金价格是5万块 好 然后另外呢 他要这个 买方呢 同意帮卖方 负担5000块的税 好 那所以这个土地的成本就55000 虽然这个税 是 卖方要负责的 但是买卖双方 如果协议好了 好 卖方说 我不要 我进拿5万块 其他的事情你负责 好 那买方呢 也同意了 所以后面呢 包括了 本来照理说 代书费跟仲介费是 买卖双方都要负担的 但是卖方跟他 跟买方讲说 反正我就进拿5万块 其他全部由你负责 如果你同意 我们就成交 不同意的话 也许我就 不是要卖你5万块 如果这些我要负担的话 我把成本加上去 就可能要卖你6万块 好 所以你自己评估 好 如果卖方跟买方要求 我进拿5万块 其他所有的费用 包括税捐 都有他负担的话 那买方他的成本 就包括了5万块 跟后续 所有他要付出的代书费 或者是一些过户的费用 全部都有买方负责 那就是他的成本 好 所以 卖方要负担的税 但是如果买方同意 帮卖方付 那你不能说 这个税本来就不是买方要负责的 所以不算买方的成本 那就错了 卖方要要求买方 他帮他付的时候 买方会同意一定是什么 卖方卖的价格比较便宜嘛 因为他没有把这些税加上去嘛 所以你的成本就要包含 买方帮卖方付的税 但是如果你已经完成交易之后 后续再发生的税 那只是他的 买方的费用了 不是你的资产的成本了 这样听懂吗 就台湾来说 好 假设土地来说 卖方呢 要负担土地增值税 买方是没有土地相关的税的 但是买方 就是未来土地的持有人要交地价税 好 那今天呢 因为我们地价税是每一年的12月1号付 好 那假设呢 我现在呢 现在是假设是3月1号 我卖了一块土地 好 那照理说 因为我不太记得我们的税的付的时间 可能是 比如说现在 假设 我的地价税 今年的地价税呢 会在今年的12月1号才会征收 才要付 那他的那个地价税的时间是从 12月1号到11月30号 这段期间 所以12月1号 他就会开单出去 你就要去缴地价税 好 那我现在是3月1号去卖房子 所以呢 我是不是持有3月 去年的12月1号到3月1号这段 3个月的地价税要交 好 因为当你要过付的时候呢 因为地价税是什么 土地持有人要去交 纳税义务人是他要交 所以当你要过付的时候 照理说地政事务所就会把 这3个月的那个地价税 的税单先开给卖房 因为卖方是所有权人 他要先负担 好 先缴以后他才会让他同意他过户 好 所以假设卖方要求买方说 这个全部你负责 然后土地增值税也是你负责 好 所以买方呢 他除了买价 现金买价之外 还要负担 之前卖方要负责的地价税 或者是土地增值税 包括贷书费用金费 买方都已经讲了 我是进了5万块其他都你负责 好 买方也同意了 所以这些税全部都是买方要负责的 而且是认列为资产土地的成本 但是买了之后等到11月30号 就是我的税单呢 从3月1号到11月31号 这几个月 345678910 这8 11 9个月的税单 当买方就是过户完了 那12月1号要缴 这前面9个月的税的时候 对他来讲就是个费用了 因为他已经过户完成了 他成本已经认列完成 后面再发生的税 只是他的费用 因为持有这个 持有这个土地 他的政府会征收的地价税 就是他的费用了 好所以你要把它搞清楚 好所以这里才会讲说 买方负责 同意 agree 就是同意去支付的 实际发生的税有5000 就是指这种情形 好所以他的成本就包括了55000 然后呢当然这些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 他这边讲什么 ready for intense use 就是说呢 他已经可以可供使用状态之下 好这个土地 他能够可供使用状态之下 都是土地的成本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假设我现在买了一块 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厂工厂 好那我买这个工厂的时候呢 当然它上面已经有工厂加上土地 但是这个工厂的设计呢 不符合我生产的需要 那我愿意买它的原因是因为 这块地 地点或者大小符合我的需要 所以我愿意买它 是因为看中了它这块地 那下面上面 因为卖方呢 这个当时我卖给你是土地 加这个厂房 因为这个厂房 可能它我才盖完使用10年而已 预计它可以用20年的啊 所以它还有价值啊 所以我卖给你是 土地加厂房一起卖给你的 那买方呢 他买的时候 虽然你这个厂房是还可以使用 但是它不符合我的生产的需求 所以我愿意花这个钱去买 是因为这块地的地点啊 或者是它的大小符合我的需要 所以我愿意买 所以我买的 虽然我付的价格是厂房加土地 但是因为这个厂房不是我要的 所以全部我是为了买这块地 我付这么多钱 全部是为了这块地 所以全部的成本 都算是土地的成本 好 那那第二个 这厂房 这土地上面有厂房啊 我说这个厂房不是我要的啊 所以我要把它拆掉嘛 我才能盖我需要的厂房 对不对 拆除这个厂房的成本 也算是土地的成本 为什么 因为土地要拿来 我的土地的认裂的成本 是到达可供 新建新厂房为止啊 最上面有旧的厂房 我不拆掉新厂房怎么盖 所以我土地的成本 除了所有的买价 所有相关的费用之外 那包括我拆除这个 旧建筑物的支出 都是我的土地的成本 所以我土地的成本是认裂到 我这个土地已经可以准备盖厂房使用的所有支出 这样搞清楚了 所以告诉你啊 如果我买的墓地 虽然还有厂房加土地 但是这个厂房不是我要的 我买的时候我已经想好 我买了之后要把厂房拆掉 重新盖 那所有的买价 包括相关的支出 全部都算是土地的成本 好 这是要先把它搞清楚的 然后这边呢 所以我们的建筑物 当然如果建筑物是买一个现成的 那就要简单啊 我的刚刚就讲了 我买的时候如果房屋加土地 我就会去切分割 多少是房屋多少是土地 那房屋当然还包括了什么 过户啦 然后代数费等等 那请你记得如果房屋子买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看好了说 嗯 这边的墙壁呢 好 这个窗户太小了 我很重视采光 好 当然呢 这有这个有围观大楼的问题之后 你要猜 你要打那个墙壁 当然要这个要注意 有没有所谓安全的问题 所以假设呢 我只是把原来呢 这个窗户把它打大一点点 好 所以我没有影响到它的安全结构 好 那所以我买那时候 我已经评估 我已经想好了 我买了之后这个房子呢 我要把这个墙壁 那个窗户呢 打大一点点 或多开一个窗 但是不影响安全结构 好 那我要维修 就是我要打这个窗户的支出 也算是房屋的成本 因为我本来就是 当时候就想 我要如果能够使用它 这个采光不好 我不要 所以我一定要先打一个窗户出来之后 我才会使用它 所以它的成本 不是只有买价 不是代书费 购户费这些而已哦 我还包括我的修散费用 有打一个窗 它算是修散费用 所以这个也算是房屋的成本 因为我当时候买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 我要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我才会使用这个房子 所以可供使用状态嘛 好这是我当时候的预计 但是如果说我买进来之后 住进来了 哎呦发现这个采光不好 好那我请这个结构师呢 来评估之后 他说我这边在开一个窗 不影响它的结构 所以我决定要打一个窗户 这个墙壁要拿一个窗户出来 这个打这个窗户所发生的支出 就不是你房屋的成本了 因为我已经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 的成本已经认列完了 是我住进来之后 我使用之后发现 这样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一个这个房屋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不满意 我要再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这个就不是你认列的成本 那当然你要去看这个支出 后面的效益是什么 再去做后续的会计处理 但是我就说你不能住进来之后 我住进来一个礼拜以后 发现我要再打一个窗户 你说才一个礼拜而已 应该还可以算成本吧 不行了 因为当时候我已经认为我可以住了 已经符合我需要了 我才住进来的 搬进来去使用它的 那结果后来才发现不符合我要的 那这个都已经 你的成本已经认列结束了 你就不能再去追加 好 所以这是提醒你 你的建筑物认列的情况 你说如果我买的时候 我已经先想好 我买了之后呢 我有它的所有权之后 我要这边窗户开个天窗 什么什么东西的 那这个所有的支出都可以算是 你这个房屋的成本 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使用之后 觉得不见人意 要再去做一些修改 它原则上就不是房屋的成本了 好这样搞清楚吗 好这样 好这样 好这样